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功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冰滴壺的使用 以及六個決定它好喝與否的關鍵因素 其實冰滴的風味在各個咖啡裡面都算是很特殊的 因為它風味很濃烈 而且有時候會有比較強烈的發酵的口感 所以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喝過一次你就很難忘記它獨特的滋味 那其實現在做冰滴也算是蠻簡單 而且成本也比較低 所以學長也蠻鼓勵大家 在夏天的時候可以考慮來玩玩看冰滴 因為真的蠻好玩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講 怎麼樣把冰滴壺做好 那首先我先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冰滴壺小白 你完全沒有玩過冰滴壺了 冰滴壺大概是怎麼操作使用的 好 那我們手上這一個 今天用來做示範的是 Driver的三倍數冰滴壺 也是目前學長覺得成本也好 或是它的功能上面的設計上面也好 都算是比較崭新 而且比較合理的一個冰滴壺 所以我們今天就用它來做示範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的整體結構其實相對來說是很簡單的 這下面就是裝咖啡的下壺 然後中間這一段是粉槽 粉就是裝在這裡的 OK 那中間這一節是 三倍數獨有的分水盤 所以一般的冰滴壺可能沒有 但是這個分水盤可以 減少你穿粉的問題 這我們待會會講 然後這上面就是水槽 水槽下面就是低頭 這低頭你可以轉緊或轉鬆 如果你轉鬆的話就會滴得比較快 轉緊的話它就滴得很慢 OK 那只要這些東西都符合了以後 就可以搞定了 那我們簡單來示範一次 這是60克的咖啡粉 然後我就把它均勻的放到這個三個粉槽 這個冰滴壺是有三個粉槽的 比較特殊 它把粉槽分成三節 可以減少你的粉層的穿粉的問題 會比較均勻 萃取比較均勻 所以我們也均勻的呢 在三個粉槽裡面呢 裝粉 好 盡量讓它均勻一點 你也可以分三次磨啦 那我今天拍片就簡單一點 OK 差不多 可以這樣子完成 然後呢 待會第二段呢 就是可以再放下我的分水盤 以及這個浴網以後呢 就可以開始給水了 但我建議各位呢 大家可以在給水之前呢 我稍微先給一點點溫水 稍微給一點點就好了 大概給個5cc 10cc 稍微繞一下 那我的粉稍微吃一點水 好 這樣就行了 然後呢 再把我的低頭分水網放上去 然後呢 加入 600cc的水 因為我咖啡粉是60cc 60克 OK 那我的水就加600cc 1比10 就看到剛剛好滿了 然後呢 就開始控制你的旋鈕 稍微把它轉開 現在是完全關的狀況 稍微把它轉開 然後看到它的低為止 那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流速 這樣太快了 大約1秒1滴到2秒1滴 對 好 這樣大概是1秒1滴 1秒1滴的情況之下呢 就差不多了 操作上面就非常的簡單 怎麼樣讓它才會好喝呢 我現在想要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tips 好 首先第一個部分呢 是我們要解決穿粉問題 這也是大家做冰滴的時候 最常發生的問題 就是關於我在低的過程之中 我的粉好像有很多的粉 是沒有吃到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粉如果假設是這樣子 我低頭它的覆蓋的範圍呢 只有在正中間 導致於中間 正中間的粉層呢 會一直不斷的被水滴 滴滴滴滴滴 外圍的粉可能沒有吃到 足夠多的水就流掉了 就會形成正中間萃取過度 外圍的粉呢 萃取不足的現象 這是冰滴湖最常發生的問題 如果你的冰滴滴的時候 喝起來覺得不濃郁 喝起來稀稀的 甚至有苦澀味 往往就是因為你的粉層 是已經外層沒有吃到水 中間有吃到水 那這個問題該怎麼處理呢 有幾個方案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像剛剛學長這樣齁 我先在我的粉層上面 稍微給一點點水 讓我的整個粉呢 外圍先吃一點水 這個時候呢 粉層呢 因為吃了一點水 而且是你用手中壺給的嘛 它就會形成一個比較 密度比較高的一個粉餅塊 在滴的時候呢 我的這個水呢 就比較不會只穿過正中間 因為外圍也是有密度的齁 它就會比較容易滲透到外圍上面 可以有效減少你穿粉的現象 那第二個方式呢 就是在我的粉層上面呢 放一個濾紙 好圓形濾紙 因為濾紙呢 可以有效的會去減緩水 穿過粉層的一個動力 它比較可以擴散 往外面擴散 也可以減少你中間穿粉的現象 那第三個方式呢 就是選一個 它的給水頭呢 是比較用花灑式 或是用分散的 它的低頭呢 是比較 會從一個低頭 分散到好幾個低頭的 就像我們今天介紹的這一款 它是一個低頭 分成到三個低頭 那每個低頭呢 覆蓋的範圍呢 會比較廣一點點 就會使它的穿粉的現象呢 減少到最低 就可以讓你的風味呢 萃取是比較完整的齁 那這是第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要注意的事項 那第二個關鍵呢 就是關於你的水溫 還有低速還有研磨度 這三者的關係齁 你要去思考一下 這也是很關鍵的啦齁 簡單跟大家講 我們做冰滴的時候呢 並不需要一直很迷信 我一定要用冰塊水 大家可以想像嗎 冰塊加水 就等於說 我裡面的溫度呢 是將近是零度左右 可能高一點點 是非常低的溫度 所以呢 你的風味 一定是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 你才能夠做出足量的風味 有可能你這滴這一壺 你可能要六個小時 到八個小時的時間 你才能滴完 那如果你用這麼長的時間來滴 就等於說我控這個低速的時候呢 我要讓我的低速可能控到最慢最慢 像剛剛學長我跟大家講 我大概是每秒一滴 那有時候我會控制到兩秒一滴 那如果你用完全用冰塊水 你可能要考慮用到三秒一滴 或者是四秒一滴 因為你必須讓它的流速變得非常非常的慢 而且這時候你的粉 你的咖啡粉的搭配呢 也要用稍微比較細一點點 所以第二個思路就是 我用常溫水 然後呢用比較快的低速 然後呢粉用粗一點點 這兩種其實呢我可以跟大家講 它的效果並不會差非常的多 當然喝起來也不一樣啦 所以這兩種思路都是可以做的 那學長也蠻鼓勵大家 其實你也可以用室溫來做就好 因為它的時間上面會稍微比較快一點點 並不一定要追求到那麼長的時間 OK 水溫 低速以及研磨度的關係 這三個呢幾乎就決定了你的咖啡風味的80%以上 這第二個關鍵 那第三個關鍵呢 是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任何一個冰滴壺的結構上面 就是這個低頭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目前學長玩了半天啦 大概我手上摸過的冰滴壺呢 也有十幾二十塊 幾乎都沒有一個低頭能夠做到百分之百的 它從高水溫一直到低水溫 它的低速都一樣 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很簡單是個物理現象 我的水越多 水壓力越大 當然我低速就會越快 那隨著我的水一直往下降 低到越後面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會開始沒有水壓力呢 所以我的低頭的低速呢 會變得越來越慢 這個物理現象如果大家弄明白的話 就覺得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 這很正常 所以呢 任何的冰滴壺 你都要有什麼心理準備 就是 你還是三不五時 一個小時半個小時 稍微看一眼 它的流速有沒有變慢 如果它流速變慢了 你還是要稍微調整一下 去控制一下它的流速 它並不是像 有些人會宣稱 它的冰滴壺是可以 放一個晚上 就不用顧的 這個觀念本身呢 是非常有疑問的 因為 當我的水壓如果 低到很低的時候 有可能 你的冰滴壺是不會低的 還是整個卡死在裡面 你放兩天也沒用的 OK 所以這個觀念一定要弄清楚 就是冰滴壺是需要做調整的 那弄懂這個觀念的時候呢 那回到我們第二點 大家應該就會明白說 學長為什麼建議大家 我們也不需要 特別用冰水 因為用冰水 你的時間就要很長 可能就要八個小時 那我可能調整的次數 或者要關注它的時間 就會比較長 就會比較累 那第四個關鍵點 就是關於我們 低完以後的 冷藏的問題 冷藏這件事情本身 對冰滴來說 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事情 因為我的咖啡 藉由冰滴完以後 它很濃郁嘛 譬如說我放在冰箱裡面 放一整個晚上 甚至放24小時到48小時 它其實它的風味上 是會有些變化的 會有一點發酵的感覺 這一點學長也支持 那學長要請大家 你的冰滴 盡量盡量 一 就是在冰箱裡面 盡量找一個 可以密封的容器 然後盡量把裡面的水 都擦乾淨 因為畢竟它還是 有油脂的 咖啡是有油脂的 你要放在冰箱裡面 它仍然是會壞掉 會發眠 會拉肚子 那第二部分是 如果你比較害怕這種東西的話 我建議大約在48個小時之內 把它喝完是比較好的 不要放過久了 那當然有些人會很神話嘛 放一個禮拜 放兩個禮拜 覺得超級好喝 學長相信一定有這種狀況 但是它有 伴隨著一定的風險 所以建議大家48小時之內 喝完呢 是比較好的 那第五點呢 是關於你的 豆子的選擇 學長建議各位可以選擇 往日曬方向的豆子去做選擇 因為日曬豆子呢 它的香氣比較活潑 它的風味複雜度一般來說 比水洗的高一些 所以用這種的豆子呢 去做冰滴的話 通常你滴完 當下喝 或者是你放一兩天 四八小時之內喝 它的風味變化是很豐富 很有趣 那水洗豆呢 可能就稍微比較乾淨一點 個性比較沒那麼強烈 所以日曬豆會更好玩一點 那如果有一些厭氧發酵 或是特殊發酵的豆子 其實它的風味本來就很強了 如果你在放到冰滴裡面去滴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點過分香了 或是香水混合在裡面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並不一定那麼好喝的 反而是普通的日曬豆 其實它的風味就很豐富了 譬如說像學長這一杯呢 就是爺家的日曬 入口的時候滿嘴都是香氣 就是非常的棒 不太需要用太奇怪的豆子 那最後一點 第六點呢 是一個 如果你常常做冰滴的話 的一個小嘗試 一定要大家要注意 就是關於油脂的部分 因為冰滴它的時間比較長 它的咖啡油脂是比較容易 沾附在我的器材上面的 它跟手沖不一樣 手沖一層濾紙會保護你的器材 但是冰滴湖它還是會有 比較多油脂會沾附在你的這個粉草上面 那如果你常常不清理的話 你會覺得好奇怪喔 為什麼這一次的咖啡 沒有那麼像之前那麼的清香 會覺得好像有點怪怪的 常常就是你的咖啡油是蓋掉了你的香氣的部分 所以建議大家每次滴完的時候 要把我的濾網拆開來 用沙拉脫稍微清潔一下過一過 確認清洗完以後 沒有咖啡的殘留的味道 沒有沙拉脫的味道以後 再清醒下一次的冰滴 你的品質才能保持到最好 OK 那以上六點呢 如果各位想清楚了 那種都有執行的話 相信你的冰滴呢 其實是非常愉快而簡單的啦 那其實它的設計上也沒有很難 OK 好那我們今天關於冰滴壺的使用說明 以及六個關鍵好喝的因素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 各位有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